这是双十二买的 双十一没卖 双十二买的一个生酱桌 这是桌本跟桌腿是分开发的 这个时候刚刚到的 所以生酱桌我已经是 也是种草了很久了 一直想买个生酱桌 莫莉就是 因为办公室做了很久 回来不想再做了 所以还是要站起来去做事情 让我这个肉嘴的也想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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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这边桌面已经有点改变了 这个虽然也是白色桌 以前是白色桌 今天也是白色桌 但是这个桌的我就是已经太高了 看到太阳力真的很高了 这个桌子是一个圣像桌 这个圣像桌我要是种草了很久才买下来的 为什么 你看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当然不一定是说要是做出的问题 还是要占的会能解决也不一定 但是为了让自己多站一会儿 就健康重要一点 多站一会儿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圣像桌 这个圣像桌我是买的是双电机的 其实买这个桌子我要研究了很久 为什么去买这个桌子 桌子主要有些什么问题要有注意的 这个桌子就是买的双电机 单电机跟双电机有什么 单电机就是一个腿上有电机 一个腿上没有电机的 就是这样生下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力量就不够 他们也也也说了 单电机的生桌子的一个力量 大概承重就是70到75公斤 如果你用双电机的话 双电机的话 就是150公斤左右 做两个人 就是300斤吧 身上都没问题 承重就是double了 然后呢我是没有买那些 像那个什么品牌的那个 生姜桌了 我就买了一个工厂店的 就是他们专门是从工厂做店的 这个好像是这箱那边的 这箱那边做生姜桌的很多 他们都是外销的 我看他说说 书面说的是英文版的 应该是够外貌的 而且它里面的评论的 淘宝里面的评论的 很多是马来西亚呀 还有台湾的很多人去那买的 而且评论也是不错 所以呢而且你这个生姜桌呢 它是桌腿 桌腿有两种 一个是三节的 一个是两节的 三节的话 它是可以升到125厘米 如果两节的话 只能升到120 而且降下来的一个高度呢 就是三节就是多到60 最低 但是两节的话只能多到70 所以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大家选桌子头来留意一下 就是生姜桌 腿的时候高低的时候 三节腿跟两节的区别 还有双键和单键的区别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 这个按钮 按键呢都是一样的 都差不多都一样 都有四种 那档位可以去层出记忆 就是你按1234分别不同的高度去 去升降起来 对于这个桌板呢 有选择的首要 有一下桌板呢 有很多是 可培班是十五版的 十五版就表柜 加三百块钱 还有就是颗粒板 颗粒板呢就整成价了 还有一些商家了 它不是做颗粒板 它是做了纤维板的 前往板跟颗粒板的区别 前往板就是把木头粉碎 然后会加其他一些植物的 那些东西 好像在一些文家合成的板 那种像砂绒一样东西 然后你钉子打进去以后 一旦划动以后 那个钉子就很难固定的 颗粒板反而要比较好的 因为颗粒板是一些泡花板 就是就是木板的一些残脚 然后把它缺碎以后都混在一起 它比那个打粉碎那个要好很多 所以大家选桌板的时候就留下这些残料的不同 当然石墨是最好的 这是要钱 这个就是我们选生样桌的一些所关心的地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或者说有疑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 当然这个还有一点的就是这个生降桌的生降的时候 它有一个就是有压力会返回弹回的 它也是一样的有的 OK好吧 稳定度是可以的 不换它基本上就OK的 你换它如果换我一个笔记本 换一个支架 要换的话肯定会换得 看一看会换得很厉害 但是如果不可以换它的话 我觉得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用下就OK的了 另外买桌子之后 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笔本的支架 这个支架是鱼合金的 它的密度呢是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 用稍稍用硬一点才办得开这样子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 呃 放笔本还是有必要的 还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 站下办公的话 可能那个视角就不是这样 接着头去看了 我们尽量是把它头抬高一点 这样的我们那个屏幕呢 就这样子 这样的话 我们屏幕的话 尽量高一些 低着视力 就不要低着头 这样的话 我们做事的话就方便 手的也不要那么高 这个是需要一个支架 去卸着我们那个 摄像桌这样去办公的 或者做事情的 好吧 我们呢今天这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 如果大家有疑问 或者有想知道一些详情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好了 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 那么大家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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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